我脸已经开口很严重了 血流满面了 对 你看好 顾辉这个迎击 对 好 结果 打准 顾辉 打准 看准 看准 有机会 有机会 再来 再来 走 从两度KO五僧一龙的日本人要拳王再度来滑 点面要打酷刑者顾辉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反被打的皮开肉战 勾雪临头 彻底看傻 五僧一龙 说到日本的人要拳王长岛雄一郎 我就忍不住想笑 这个家伙不仅在公开场合喜欢穿女生的衣服 而且要注意看 这一次来我们中国踢馆 他不仅穿着女士的衣服 而且还把内裤套到了头上 观众朋友们 你说这不是变态 这是什么 如果仔细看下去的话 可以发现这还是个女士内裤 就是不知道这是新的还是旧的 别看这个家伙像个娘们一样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绣花枕头 上了内裁就会变得异常凶猛 他不仅是日本K1联赛的冠军 还曾两度击溃武僧一龙 这也成为了武僧一龙挥之不去的屈辱 被这么一个变态击败两次 我相信放在谁的心里边都不会好受 而放在武僧一龙身上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而自从他两度击败了武僧一龙之后 便认为中国选手的实力都不太行 认为中国武术不如日本空手道 因此这一次再度来到中国 点名要打酷刑者顾辉 而为什么非要打顾辉呢 替我给你娓娓道来 酷刑者顾辉是我国最优秀的自由波及选手之一 他以挑战强者而闻灵 藏单枪匹马死拼过泰拳王子波奇尤 其战过泰拳高手江通猜 还曾战胜过不可一世的阿尔伯特克劳斯 而重点观众朋友们就在阿尔伯特克劳斯这里 因为阿尔伯特克劳斯曾经在日本的时候啊 曾击败过这个长岛雄一郎 而顾辉呢却又击败过阿尔伯特克劳斯 所以说这个长岛雄一郎便认为啊 我击败了顾辉就等于击败了阿尔伯特克劳斯 哎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注意看蓝色短裤是酷刑者顾辉 而粉色裤衩日本的长岛雄一郎 我们来看一下顾辉今天啊 能不能为这个一龙啊 报了曾经的两件之仇 我们注意看长岛雄一郎的上半身啊 哇这个肌肉维度明显是要大于顾辉的 我感觉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呀 第十三组名额的争夺 一对高变腿 上开局啊 顾辉 顾辉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 长岛雄一郎日本名将 他在中国呢非常的有名气 前手停钩拳啊 施打一城 正经两次击倒 五三一龙 其实长岛雄一郎呢 战斗力并不低啊 他跟很多中国的名将都有交过手 包括也别人交过手 当时徐燕士用很快的速度就击了他 这次不知道顾辉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 是啊 因为顾辉从上一次 林震来挑起来 他来跟克罗斯对阵 表现得非常的完美 对 战胜了克罗斯 那场比赛让顾辉啊 成为K1中学者 虽然说顾辉在身形上啊 是矮了对方一头 但是在气质上这一块 我们绝对是不输绿手的 此时此刻呢 武僧一龙啊 正坐在台下 正在偷偷观摩 我还希望他呢 好好看啊 好好学 看一看顾辉啊 这怎么打的 好漂亮 先手拳摇中了 哎呦 这一脚 要小心 有些犯规了 看看顾辉 我相信不是故意的啊 心中的这个抗日血统 一不小心出发了 我们还是要尊重规则 我们还是要这个尊重比赛 大家有时候 不要被长倒的这种节奏迷惑啊 大家很多次比赛当中 都是以这种看似散漫的打法 然后忽然出一个前手的冷拳 很重 但是呢 这时候顾辉呢 也是 哎 顾辉今天状态也很充实啊 而那长倒 其实平时的体重啊 在78 80的样子 这次是打70 顾辉呢 平时的体重就是72左右 对 力量上呢 长倒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顾辉 这次在心态上 把握的非常好 可能是跟他上次战胜 克劳斯有关啊 对 打得很放松 顾辉正中了 面门 对 又来一次 顾辉要看清楚 对 打准 不要盲目 打准 顾辉想浑转 观众朋友们 我们看比赛最后的半分钟啊 顾辉这一边已经打疯了 好 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看得实在是太爽了 今天啊 我也算是看出来 顾辉打日本人的这个 诀窍和精髓了 就是两横一束 那就是干 完全没有任何犹豫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这是一个顶锡啊 郑重把心 这下长岛雄一张明显是 眼神有些涣散了啊 而且顾辉今天相当放松 你看 还跳起了舞蹈 跳起了舞蹈来挑衅对手 这和我们中国大部分选手 以往内敛的性格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拳团 就需要这样的选手 既有个性 又有实力 顾辉已经 扣不及待了 蓝方长岛雄一郎 同方是顾辉 今天谁赢过了这场比赛呢 还要再打一场 争夺今天晚上四人赛的冠军 也同时呢 获得诸神之战 16强的资格 虽然说我们的顾辉啊 在表现上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但这个长岛雄一郎 依旧是无所畏惧 甚至还敢追着我们 没办法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身形上的差距 他目前的体型 至少大我们10公斤以上 无论是重击能力 还是抗击打能力的话 都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说我们看顾辉 很多时候啊 这个重击打到对方的身上 根本打不动啊 很难撼动对手 长岛对于顾辉 这个攻击完打进 前手 长岛的下巴也很结实 现在也是一个很成熟的选手了 在移动的灵活性 移动的速度来说 顾辉是明显的要高于顾辉 要高于长岛的 好 这边第二回合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长岛熊一郎啊 他打拳挣钱 完全是为了攒钱 然后去做这个变性手术 他的梦想啊 就是泰取泰国 然后做手术 这样一来啊 就可以完成他的梦想 这每天啊 穿着各种各样的 这个小圈圈啊 五颜六色的衣服 其实像长岛熊一郎 这样的变态群体啊 在日本是非常多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说日本人变态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这是有事实运运的 来打击他 你看啊 这个 乌亏在第二回合的时候 第二回合的时候 好 又是李四七正好 顶惜之后 接一个前手在后手啊 又是拳腿组合 有点晃了 能不能抓住机会 这事儿哎 长岛是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回手的 小 好 第二局结束 好 观众朋友们 这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又是在比赛马上结束的时间啊 顾辉又来了一次爆发 现在倡道熊一郎 相当狼狈 而且他的美股啊 已经被打出血了 自以为击败了两次武僧一龙啊 就天下无敌 可以随便来欺负我们中国选手 这简直痴心妄想啊 因为武僧一龙虽说名气很高 但其实他的实力水平在我们中国自由搏击界啊 恐怕也就是个三流水平 所以说击败武僧一龙并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哎 这边双方第三个回合比赛已经开始 看一下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 希望顾辉能够加把劲啊 最好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最好是K掉对手 很重啊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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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ак 好 这边裁判临时终止了比赛 因为哇 这个雪 它被酷刑者顾灰 真是扎扎实实的上了一个酷刑 左侧的美股上方口子 至少有五公分这么一个宽度 磨了点凡士林 但这只能暂时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打成一拳的话 还会开口的 好 顾灰想要抓住机会吗 第三回合最后的一分半了 最后半回合 但顾灰的防守意识很强 打一拳防守一下 打一拳防守一下 这种方式攻防一体 让长岛熊一郎真是无可奈何 但是顾灰很聪明 你看顾灰在拼拳的时候 是利用步法的 对 距离那是自己的距离 不给对手一拼拳的 这种换换拳的距离 而且它有左右的这样转换移动 对 很聪明 一击之后就往两侧游走 对 游击战啊 点轻的游击战 你看这个游击多好 对 你看你看优势 长岛的距离完全是找不着顾灰 又是又是你看 对 一个侧闪之后前手平钩 对 又是又是 很聪明的让出来了 非常聪明 他并没有把他堵到脚里面来打 对对对 好 前手前手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长岛还是想换拳的 你看 长岛的时候就是直进直退 对 只能直内 可是不回在前后左右 经常能够变现的移动 运动轨迹非常多 却长岛熊一郎 观众朋友们 他不仅是人很变态 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变态啊 别看他吊儿郎当 塞塞塞扔扔的 但就是打不倒 这和日本人的一个一贯的风格是一样的 就是皮势 扛揍 因为日本选手 人生打拳击的第一刻 就是挨揍啊 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格 最后的十秒钟了 双方还要拼吗 我觉得此时此刻 对方不是拼了 对方是在占步归的便宜 这个家伙心里边 他是个女人啊 顾虎小心点啊 不要被对方这个家伙给弄脏了 哎呦 最后一秒 这怎么还把自己打倒了 好比赛结束 三个回合从头打到尾 看得很过瘾 但是这个长岛熊一郎呢 相当晚会 美股会打开口之要求 看来 他的确是被五僧一龙给骗了 因为羁绊一龙就天下无敌了 结果 一龙只是个幌子 那么恭喜酷刑者顾虎 被五僧一龙也算是复仇了 从这边感谢屏幕前 您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